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另外一动画神通奶爸系列人气飙升的黄色军团 今年暑假小小兵升格当主角 这回他们为了寻找新主人踏上冒险旅程 过程笑老百出 圆滚滚模样爱搞破坏的黄色军团小小兵 在动画神通奶爸中在任配角以炮而红 今年暑假首度升格当主角 剧情追溯到远古时期 经过数亿年演化的小小兵 以效忠当代最邪恶的主人为目标 包括恐龙 埃及法老王和拿破仑 但最终都宣告失败 其中三只小小兵 从南极一路走到伦敦 终于找到世界第一位女魔头 展开刺激旅程 电影角头真实刻画黑社会生活 片中蔡震南和王阳明 邻居两大帮派 为了地方利益逞凶斗狠 男主角黄鸿生 饰演刚出狱的黑道分子 面临金情和爱情牵绊在金盆洗手 和兄弟道义间陷入两难 为了贴近角色 黄鸿生刻意增胖5公斤 留法续湖 带给观众不同以往的形象 本周还有两部恐怖片上映 挑战观众胆量 电影《20英式》描述防众业者受托卖屋 却在屋内发现屋主失踪已久的女儿 引来连串超自然事件 查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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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shouldn't say that name 另外卖座电影《婴儿房》制作团队 推出新作《脚型牌》 以手持录影机的方式拍摄 增添观众临场感 故事发生在20年前的美国高中 因为舞台剧《道具失灵》 导致演出学生死亡非命 多年后全校师生决定将这出 未完成的戏剧搬上舞台 没想到《冤魂不散》的《20》 早已准备伺机复仇 中央社综合报导 园言夏日听音乐消暑 台湾摇滚天团五月天 每年暑假都会集结独立乐团 和歌手登台欢唱 今年更加码 在台北松烟办起以唱片行为主题的展览 除了音乐的表演之外 可以让大家也重拾进去唱片行那样的热情 然后台湾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唱片行了 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 像逛唱片行那样的感觉 去认识更多的音乐 或重新认识你本来就很熟悉的音乐 展览现场打造视听专区 请知名音乐人和乐评 推荐自己喜欢的音乐 另外也广搜蔡依林张慧妹SH1 陈启珍等人气女歌手 使用过的服装和道具 带歌迷重回演唱会现场 五月天先前请十组女歌手出专辑 重新诠释她们的代表作 展览现场当然也为这十组女艺人留了展示作品的好位置 SH1的Ella更特地来站台 我觉得非常特别是在现场真的展出这十位女艺人的所有的历年来的音乐作品 然后最棒的是你还可以在现场购买到她们的实体CD 我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因为有些专辑可能已经真的要绝版了 或者是已经买不到了 最近巴仙乐园承报事故受到社会大众关注 Masha和Ella也借此机会 为伤者、家属和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真的是我看的那个画面 我真的是在尖叫 我觉得非常的可怕 然后更何况是在现场的她们 那我们当然能做的就是录音打气给她们这样 然后未来 因为毕竟我们也曾经经历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身边的人 然后所以我们可以提供的资讯 跟提供的尝试可以跟她们分享 不管是家人也好 或者是医护朋友们也好 我们希望都可以有一些帮助 然后不管是给大家心理上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共同度过这样子的难关 Masha也喊话 希望各界持续关注陈报商者 未来长期復健时所需要的支援 帮助他们度过这次的难关 中央社记者简余奇王一文台北报道 未处热带的泰国 地上怎么会有矮矮白雪 又怎么会有北极熊 是的你没看错 曼谷一家日式百货商场 为了吸引买气设立一座雪城 让生活在中年如下的泰国民众感受一下北国风情 鲜少穿着后外套的泰国小朋友 踩在滑溜的雪地上开心的堆雪人 或是直接大自行躺着挥舞四肢 不然就是来场雪仗过足了瘾 这个号称东南亚最大以雪为主题的室内购物中心 占地3000平方公尺 人造雪厚度约30到40公分 还可以提供训练课程 这座雪城是以日本北海道小尊式为模型 商店街内有美食也有文创商品 让民众有吃又有的玩 中央社记者刘德仓曼谷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师傅将长条形面团揪成小块状 巧手细心地粘在花生塔上 就像制作捏面人似的 不一会儿功夫 花生塔竟成了可爱的对湿 上了颜色之后更加微妙微笑 这个以花生和糖制成的对湿 是曼谷中国城内著名的糕点 不少泰国人只要逢年过节 就一定会买来祭祖 华人迁移泰国已经超过200年 曼谷中国城内有许多家传三四代的百年饼店 制作泰国祭拜用的贡品 或是中式古早味糕点 这家临近梅南河 位于中国城对岸的饼铺 从祖父辈开店至今 师傅们熟练了揉面团 包进豆沙内馅 再将一颗颗饱满圆润的饼 刷上蛋液放入烤箱 出炉时香味肆意让人食指大动 豆沙饼是许多泰国韬客的最爱 也有很多华人订购当作喜饼 另外以花生和芝麻制成的素猪头和素鸡 也是相当特别 因为泰国是芝麻的重要生产地 因此芝麻酥饼也格外好吃 有红豆 绿豆和白凤豆等内馅 北科只要8泰铸 折合台币7块半 价格实惠受到当地民众喜爱 庄社记者刘德仓曼谷报导 老裁缝师傅一针针将钮扣缝上 用剪刀慢慢修剪 再仔细检查西服成品是否完美 新加坡位处东西文化会基地 百年来商旅往来频繁 洋服业因此在师臣孕育而生 新加坡早在英国殖民时代 就有不少商旅 一下港口随即赴洋服店 定做一套体面的英式剪裁西服 新加坡其老表示 师臣老师傅手工品质好 洋服款式和欧美同步 言谈间倒破了新加坡洋服受欢迎的关键 但随着经济高度发展 欧美成衣大厂崛起 租金上涨压力 让洋服店的荣景不再 幸好洋服业第二代仍坚持手工制作 并融入多元民族特色 将产品精致化 客制化 再次开展洋服业新契机 新加坡的洋服业不是西洋产业 它是一个充满商机的洋服业 越来越多年轻人 他们都很喜欢到裁缝店去订做西装 西裤 衬衫 冯孝伟表示 每套客制西服都需经过数十道复杂的手工程序 慢工出细活 中间蕴含了老师傅的工艺水准 老店将传统精细手艺融合现代消费者的喜好 并改变经营理念和格局 吸引更多年轻族群走进洋服店 庄社记者黄自强 新加坡报道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希腊公投结果出炉 反对派以61.3%大赢赞成派20%以上 让总理齐普拉斯大获全胜 得到和债权人重启谈判的筹码 接下来13号召开的欧元集团会议 将是希腊向欧洲央行 偿付国债钱的最后一次会议 也是各国财长达成放款协议的最后机会 更多国际消息 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